一只穿云剑直接射穿山猫的心肺 剧痛让山猫不停的原地打火 箭矢射出过程中碰到了树桩 还是射穿了山猫的身体 不得不佩服复合弓的威力 而痛苦的山猫不停的上窜下跳 忍着剧痛逃走了 藏标拿起掉落的箭矢 上面满是山猫的番茄质 可以看到箭头上的刀片非常锋利 难以想到被射穿身体的山猫有多痛苦 找到逃走的山猫时 它早已经因内脏破裂而亡 藏标继续回来蹲顶 没一会儿又补击又吸引来了一只狐狸 竟觉得狐狸似乎发现了不对劲 却为时已晚 一只冰冷的箭矢直接将狐狸抱头 而丧彪还在吹嘘自己百发百中的剑法 丧彪顺着狐狸倒下的位置找了过来 等靠近时发现狐狸早已倒在了血泊里 丧彪还来不及喘口气 又一只山猫被声音吸引了过来 一脸悠闲的坐下 就在它发现丧彪时 锋利的箭头已经射起了山猫的寻找 可怜的山猫撕心裂肺地跑开了 丧彪顺着血迹一路寻找 被发现时 山猫早已驱见了岩马 真的是好奇害死了 没想到以速度著称的山猫 也躲不开复合弓的一击 没过瘾的丧彪继续躲在身下 等着猎狐自己送上来 没一会儿就有一只狐狸屁颠屁颠地跑着过来 就在它站着发呆时 太合金箭头已经插进脑门 狐狸还没看清怎么回事 就躺在了地上没了动静 复合弓这恐怖的威力 他临死都想不到 这致命的箭头到底是从何处什么 不讲武德的两角兽 真的是太残忍了